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一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我们继续讲讲柳俊刚离世事件 所引发出来其他话题 见到他的前妻对于柳俊刚的离世 虽然没有说什么 不过他的社交媒体的头像也转了黑色 受信对当事人的冲击颇大 虽然离婚了 但也有十年的婚姻生活 谁是谁非 什么都好 都是俱枉矣 而其后没多久 柳俊刚在2021年10月时 在他的IG公开新女友Grace的恋情曝光 他也说那时的新女友Grace 小了他10年 而且老实也不介意他有两个小朋友 因此大家很替他高兴 而柳俊刚的本人也相当高兴 他经常都放两个放闪的合照 他一向都是很喜欢放闪的人 就算他跟他前妻那时 大家的生活上有什么开心的东西 全部都贴上去 很多都是我自己认为都是摆拍的 是不是真的一面 我一直都很怀疑 所以我自己是从来都不会放什么闪的 放闪的东西 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告诉别人呢 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形象出来 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生活多么知道 美好 你又是想不想学我这样 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很好的形象出来 畢竟都叫公众人物 希望有一个公众形象 让大家看到是怎么样的 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 个人的发展 也会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你放闪或者被人看到你很正向很正能量 就会得到这些 可以说叫做吸引力法则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正所谓 这个世界就叫做报喜不报忧 当你整天在放闪的时候 或者放得这么多 说到自己这么幸福的时候 背后一定有些人觉得 看你什么时候坏 看你什么时候死 看你什么时候散 一定有这些人 一定有些人不值得你的 因此 话说他们在去年 就有些分手传言 一开始的时候 柳俊刚还被骂人 不过后来都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经过媒体的报导 都说他们三年的感情 都叫做告终 甚至乎现在的媒体就翻出来 说他没有再和这个女朋友 Grace的合照放闪之外 也说自己搬走了 就是柳俊刚 也看到Grace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有些照片放了出来 原来去了英国旅行 甚至乎那些照片不是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男士跟他合照 有人看一看 这个人不是柳俊刚 有些人说是他的新宽 就算是又如何 我觉得人家也散了 是不是 就是 现在是一个什么年代 还有没有浸豬龙 没有 如果男女朋友分手 再认识 另一些异性 也是很平常的事 这个年代 丧偶 都不用手挂 对吧 就是 就算他和柳俊刚分手 去英国 和一个新的男朋友 一起玩 也没有错 爱情的事 你们不知道他们两个当中 发生过什么事 谁是谁非 也不能百分之一百 说柳俊刚是没有问题的 而Grace一定是去错 而导致分手 不能这么不公平 是不是 不同意 台阳觉得同意 但网民似乎非常不同意 为什么 网民也是跟我一样 你可以怎么办 可以影响到他们吗 不过可能是可以影响到的 就是透过网上吵爆 这种方式 来到去 把情绪发泄在在生的人身上 我想就算这位Grace 前女友 她看到柳俊刚 现在人生的结局是这样的话 畢竟是三年的感情 长不长 短不短 看看双方的共同经历 有多少 畢竟是有这么多的放闪时刻 对不对 大家都一起 很开心 这一刻我们都已经想 耶 拍完之后就放上去 可能前女友Grace 都会上去社交媒体 看看大家如何赞他们 或者怎么样 很多人有正面有负面 但都是会很开心 当然一定是有些问题 才会搞到最终是分手 他们分手的原因 我们不知我们局外人 就不可能单方面涌入前女友Grace的IG 狂骂她 甚至乎有些人要求她解释 神經病 解释什么 感情的东西 只是自己私人的东西 解释她 做什么 要解释 自己私下解释 你骂爆她有什么意义 其实就是有些人 我相信也算是柳俊刚的粉丝 粉丝本身也不太理智 当出现一些不尋常的事件 就是把再生的人骂爆 其实没有什么好骂 这些人的私人物 老实说有谁 不是没拍过拖 没拆过拖 你骂爆再生的人又如何 不过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人 可能会不会搞到 再生的人的情绪又是这么低落 又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所以不应该这样骂 你已经有一个人走了 你还要把再生的人伤害? 所以有些人很坏 或者可能那些不是粉丝 而是有些口痕友 嘴巴很臭 就看到这件事有很多人去关注 所以自己就加把嘴巴踩多一脚 有些人就是很贱 骂他 你骂他 你还柳俊给我 有没有那么可怕 怎么还给你呢? 老实说 见到Grace 他在IG上上星期 贴了一些他去到日本的照片 例如浸泳温泉 那些天色是怎么样的 可能大家 你发现到柳俊刚没有去的 老实说 可能你也发现到 他们两个的感情有变 再者 柳俊刚现在见到 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 是姓麦的 两个都是姓麦 如果你要去追究的话 那是不是追究新的女朋友 不是追究Grace 大家可能真的叫做杀赛良文 代表柳俊刚和Grace 散了之后 可以这么说 很快就有一个新的同居女友 可以这么说 如果理论上 有一个同居女友 是不是更加多的时候 可以在一起呢? 或者大家的相处时间 是不是可以更加多呢? 大家煮饭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但是可能真的叫做相处的时候 就不似预期都不顶 再者 感情的事情 两个人之间的事 如果万一大吉利是 柳俊刚有什么不对 例如他会不会太火爆 或者可能大家有什么问题 柳俊刚你不给他 令杰新欢 就认识了现在 这个36岁姓麦的同居女友 然后飞起Grace 也行 是不是想Grace 爆这些东西出来呢? 不过这些没什么好爆 始终都是私人东西 对吧 如果别人不想说 或者他们两个之前都不说 如果突然间发生了这件事 要别人说出来 或者要别人解释 你是不是瘋了呢? 有些人就会直接说 你出来说一下 不说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说呢? 还有 有些人也说 给些空间 Grace 没有人想这些事情去发生 先处理完 如果真的要解释 才解释 到时也不迟 甚至有些人骂他 很恐怖 直接说 不要再出来害人 害什么人? 他自己自尋短见 关再生 是什么事 是不是? 有些网民真的是痴痴 根本就是 为了说而说 不过 是的 我认为有些网民的情绪 可能真的很波动 但我反而觉得 大多数都是 可能是一些口吓人 因为 始终在网上 打两个字 没有成本 总之 但是 你要达到 能够可以制造一个效果 或者能够成功 能够伤害到人 所以说一些说话 是很极端的 他自己的事 基本上 你爱人根本没有死 但出现这样的说话 我就有点担心 会不会真的伤害到 在生的人 这个可能性也很大 所以 大家的口头 真的要留一线 最好 但是 网民就是这样的性格 就是这么贱格 很贱格的也有 现在很幸运看到 原来有一个同居女友 麦小姐 是她在商场 和柳俊刚 骂 然后柳俊刚 就去了买炭 回到两个同居的村屋里 做出这件事 所以 其实某程度上 代表柳俊刚 已经放下了Grace的恋情 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的同居关系 而又没有把这个恋情曝光 而你们网民不知道 到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 你们这样去骂人 我觉得真的相当夸张 所以有些网民说得挺对的 你也不知道整件事 就强加罪名在Grace 是不是真的好 大家怎样都好 都是局外人 他们就算一句都不说 我永远都不说 吹吗 其实都可以 对不对 绝对可以 所以有时有些事情 人们很喜欢放闪 都真的要想一想 有时分手之后 就搞到一头烟 很麻烦 所以台阳说得对 就不太喜欢放什么闪 不要放的 其实真的不要放 你自己放闪是没问题的 你跟私人朋友分享 我觉得还可以 但如果你是公开的场合 放闪 加上你自己也是公众人物 很多时候都会遭到一些 无形的伤害 而且是来自网上的伤害 因为你给人的感觉 是一个很正面 而且也好像是很棒的人 但事实上 有哪一个人 能够可以成绩 都能够做得这么正面 你总有低潮的时候 当你遇上低潮的时候 那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一个很大的反差 出现的时候 网民就乱说24 是会遭到一种反誓 可以说得上是 所以有时你放闪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你跟私人朋友分享就算了 就不要在工作平台上分享 这样为之稳定 你开你的IG 你最好设定它做private 这样也会好些 你这样分享这些东西 太闪的话 被人的感觉光芒四射 很多人看不过眼 很多人很妒忌 这个也是人性的 试想象一下 假设你被人的形象是这么正面 又教人心灵辅导 又教人人人生哲学 又被人看到你的爱情生活 又好像很闪 又很开心 这是你塑造出来的形象 对 当你夜难人症 看到自己 哎呀 跟新的性命的女朋友 又不是那么愉快 又看之前很闪的东西 又很开心的片段 可能也再看看 现在Grace她的生活如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做法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会看看自己的前男人的生活如何 他现在的过程如何 看看也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不妨留言说一下 我没有 可能当你多看一两看 人人不同 你看一看一看 你又堵物私人 又看到以前自己又那么闪 再看一看自己 你现在又搞不定 某些事情 你想起来 又到时再看到那些网民 击笑你 或者想看你什么时候坏 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就会在意这些人所说的 如果你是在放闪的人 你在开心的时候 你就会无视这些宣民的留言 可能还会笑他们 是呀 我是那么闪 吹吗 但是当你失意的时候 再看这些人的留言的时候 那个打击 我想成大十倍都相似 那怎么也好 到底柳俊刚也是40岁 有时感情 可能跟人生的心灵鸡汤 有可能是两回事 我以前在节目也提过 可能你有这么多年纪 但是对于爱情 好像一个BB 也不一定 因为他和他太太 好像在读书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 可能对于爱情的世界 也有另一种体悔 有很多经验 可能也是 可能接受不了 不如今集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于他的前女友 Grace 或者口下流程 也不要说到这些狠狠的说话 我明白的 因为有些人看得多 柳俊刚那些很正面的跑步 很有毅力 例如马拉松 例如你叫我跑 我跑三公里 已经不想再跑 这些是放弃的截的士 但你叫他跑十多公里 也行 也行 不知跑多久都可以 你会觉得很有毅力 看到他这些人生也有些动力 突然间你看看他人生这么有动力的人 突然间告诉你 他用这样的形式 送自己上路 你是很难接受 这个我明白 但希望大家都是那句 节爱顺便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